先前其实陆方一直在宣称对台湾是在让利 但是两岸福贸协议却卡关了 后续还有所谓两岸货物贸易互设办事处 恐怕前面卡了后面就关关箱卡下去 那么马政府面对无法达到对岸的期望 也就是所谓政治的深水区会不会就停滞不前了 目前一切都卡住了 我觉得这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福贸协议 福贸协议跟货品贸易 接下来要谈的货品贸易协议 还有争端解决机制 它都是ECFA架构底下 叫后续谈的东西 那福贸协议它没有办法在立法院通过的话 它当然会影响到未来的货品贸易的签署 还有争端机制解决的这个东西会影响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两岸海基海协护设办事处 这个议题 因为它必须要先在立法院修法 那立法院到现在没有排入议程 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 两岸海基海协护设办事处这个进程 虽然我们政府一直想说 本来是预计是今年 然后现在可能会拖到明年 现在都年底了 对 那如果立法院一直没有办法通过 这个办法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可是在两岸进入深水区这一块 比如说刚刚讲的 邀张志军到台湾来访问 或者是王于奇到大陆去访问 这应该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它只要两岸 比如说国台办跟我们的路委会 它私底下或者是有一个沟通 然后双方有个默契 它其实就是可以达成 对 你可以想象当年陈云林到台湾的时候 它达成多大的效果 那张志军来台湾 那更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好